有看到現場嗎? 就是這樣啊 在這裡啊 但是呢我們這個是可以移動的 移動城堡 因為如果我們 其實老師我是在一般的教學現場 不是電腦教室的話 怎麼辦 就沒像這樣廣播那麼方便 但是這樣有個好處 我們如果前面這邊假設有頭理師的話 有庫目嘛 是 東西都沒放過來了 對不對 那這個方式是 就是 我小朋友圖國小的那個老師這種分散 他們會像這樣 比如說 可能老師這邊有作品 比如說這裡有作品對不對 那我們就拿過來這邊 有沒有 像在這邊這樣用 他就可以其實同學就可以看到 可是我們這樣拿就會很碰到 所以我現在手上打開就是叫 叫手掛 或者你要那個自拍人 其實都是拿 又假的 那比如說我就把它改進去 那我們就可以很輕鬆的把 同學的這個體系有沒有 這樣放過來 或者說 欸我們在改 老師在改作業的時候 像我現在改作業的話 我比較辛苦一點 我都有錄影 不管是 是紙本的還是我們那個 就是電腦 電腦的檔案 為什麼 比如說老師你跟他講 叫同學啦 我跟你講有十點 那老師你覺得他會記得幾點 那部分一定都會有遺忘 對不對 但是你叫他再來 他也不會好意思問你 沒錯吧 所以呢如果你有錄影下來 不管老師你是用批改作業的方式 還是說那個我透過這個方式的話 他隨時要看 是不是可以很清楚的看 而且你跟他講 哪邊要改的地方 就很清楚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老師也可以 嘗試 因為你現在 我們在 老師的手機有沒有很多 沒有一隻至少有兩隻嗎 因為你可能兩人就會換一隻啊 對不對 那所以你透過這個方式的話 其實是不是就比較方便 那麼我這邊給老師稍微看一下 您可以看到我們在簡報裡面啊 我有特別準備一下這個 我們先看這一段 這裡 您可以準備幾個像這樣子 說 再後面這個 這裡 這個就是我現在用的方式 也就是說 我們可以搭配我們的手機 搭配我們的手機 你舊的也好 當然或者老師你現在用的也可以啊 只要你不怕摔下去的話 因為通常你現在用的都比較貴的 所以你拿舊的那個就好了 那我們看一下 你可以搭配你的手機 那加上像這樣的舌管也好 舌管喔 我在這邊 在剛剛前面那邊有那個畫面 那麼您可以再加上什麼 APP 那我知道好像這兩個 在Android上 跟iOS上 就是蘋果的 上面都有 上面的 因為昨天有一位老師 他是用那個 用那個 iPad iPad上面也有 也有這個 反正這個都是免費的 也有付費的 他也有付費的版本 可是呢 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那我們硬體上呢 原則上就是 準備好您的手機 加上 水管 或自拍器 但是如果您是PC的部分 因為我們這樣是比較無線的 所以還要搭配一個什麼 那個 無線網路卡 現在這個無線網路卡 都怎麼樣 都很小 來我給老師順便看一下 您看到這邊 我們 這裡 我相信老師這樣在看的話 應該就會比較清楚 比如說 欸 我們上課 要給同學看個東西 那我就拿到這邊來 這樣有沒有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對不對 你當作什麼 食物投影機也很好用啊 不一定要錄影嘛 現在大部分老師都不太習慣上電視 但是 手上電視應該沒關係吧 對不對 你透過這方式 那我們就是要有一個 如果你是PC的話 就是要有無線的網路卡 但是如果老師是用NOBOOK最方便 為什麼 因為NOBOOK本身就有無線網路卡 你就打開就好 就打開就好 那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PC 或者NOBOOK 連到我們的手機端 那你就可以像這樣做現場教學 一個一樣 對不對 或者是老師 你有一些雜誌的內容 還沒有怎麼樣 把它掃描著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來做所謂的錄影 所以您看一下 我們原則上呢 就是您透過這兩個硬體 軟體的部分呢 這裡有網址 您可以連到這兩個 連到這兩個 這個 去把它裝起來 那裝起來之後呢 我們的畫面 類似像這個 這裡 類似像這樣子 那實用上不會太難 實用上不會太難 所以如果待會老師 您有興趣的話 反正我這邊 我有多一個無線網卡 您可以試看看 您可以試看看 那您待會呢 就可以連到我這台手機 或者您要連到你自己手機也可以 它的那個IP位置呢 我跟老師稍微說明一下 IP位置都在這邊 有沒有 192.168.43.1 然後後面有個冒號 8080 有個冒號叫8080 嘿 像這樣子 那您待會就可以連到我這台 只是因為你們現在 都沒有無線網卡 所以你打這個網址也沒有用 當然如果您要用教室裡面的 比如說我們學校每個教室 可能都 附近都有那個無線的對不對 因為我們學校也用平板上課嘛 那也可以連到學校的 也可以連到學校 只是我們一般會怕 比較擔心是什麼 就是學校的那個無線網路 比較擁捨的時候 那你又加上這個視訊 可能就會比較塞車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我這邊就是一個獨立的 現在的這個IP位置就是 就是用我們手機 老師有用過手機 設為什麼 熱點 跟別人分享網路吧 就是那個概念 就把手機變成一個無線機器台 那把它分享出來之後 那你的電腦又能夠跟它做連接 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連在一起 這樣連OK了嗎 有了解那個概念了 所以大致上是像這樣去使用 所以這個部分是給老師參考一下 其實上課不是說一定要錄影 只是有畫面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透過這個方式 可以讓你在教學現場 有更多的工具可以去做發揮 這樣子 這樣清楚了 OK